据科技日报8月7日消息,年月来中国高新科技不断突破,无论是电磁轨道套,电磁弹射器,还是高超音速武器,机关武器都取得了空前发展。 就连广受诟病的涡煞发动机也再度突破,成功换装兼20进行试验,一切看上去都是这么的顺风顺水,我们因此就不再背下脖子了。 那我们可就都想错了,专家揭晓答案后,我们就会知道这35项短板有多么难以弥补,每年都要损失数千亿以上,一篇文章不可能解释清楚35项技术短板,只能挑几项技术说说。 现在说的35项技术只是数多问题中的冰山一角,芯片,操作系统,微球,航空设计软件,航空特殊钢材,航空发动机短舱,光刻机,触觉传感器,手机视频器件,真空真度机,iClip技术,激光雷达,持航标准,重,形燃气轮机,高端电容电阻, A头靶材,核心工业软件,核心赛法,洗刀,高端轴承钢,高压助塞棒,高压供轨系统,光刻胶,绝境基础轴承,透射式电竞,水下连接器,染料电池核心材料,理电池格膜,高端焊接电源,医学影像设备,超精密泡光工艺,环养树枝,高强度不销音,放描电竞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老大难技术。 先说说航空设计软件吧,他们对于中国科研人员来说就好比我们普通人用的PSK等规划这图软件,不过他们的要更加高级,这方面中国起步并不晚,几乎与美英法同期研究,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还在原地踏步,我们每年花在航空设计软件的钱就多达百亿,要知道设计间20这种战绩是要几十种软件, 每一个人使用任何一个软件都要单独在购买,成本可想而知,而微球这种东西,也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,市面上任何一款液晶屏幕,手机屏幕都离不开它,还用于食品药品,安全检测,生物制药,鲜片生产出多方面,每年要从日本进口几百亿人民币的微球 才刚好够用,微球的直径只有头发丝的三十分之一,每平方厘米的液晶屏中,就要注入一千个微球当作骨架,每颗微球的大小,硬度,光滑度都必须一模一样,这要求非常之高,在此中国的核心赛把比起日本和德国还是差了不少, 尽管我国,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生产应用市场,可是高端机器人还要依靠进口,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所以,我国的高端科研领域的确非常不错,不过还要注重中低端下游技术,这三十五箱短板进气内都难以弥补,但是相信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,终有一天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